沒買到票耶 因為我要搭10點10分的 結果他說要1點才有 非常不方便 趕著南下新竹開11點會議 剛到櫃台卻沒票可賣 所以現在就真的做廉寄的動作 或者改台鐵去看最快的班次了 到哪邊 新竹 Only 1 o'clock 想搭車至少在等2小時 因為早上10點南港南下車次 中午前車票全受光 國內疫情維持二級警戒 而且高鐵還是實施全車對號座 不過因為現在運呢 還沒有完全恢復 讓不少的商務客和通勤族抱怨 車票很難買 像我們從基隆過來的話 9點才有火車 可是我們到這邊 我們要等到10點40才能坐高鐵 之前的話大概10點左右就有車了吧 民眾長達很有感 就連律師詹炫貴也在列出抱怨 說傍晚新竹北返 要等到晚上8點才有票 7時降二級後高鐵降載7成 8月6號有針對通勤時段 每周增搬到629班 滾動調整可能9月前提前增開到809班 反觀台鐵7月27號之後 平日運能完全恢復 只剩假日團體列車停車 我本來想搭10點我9點40來 那現在最快是11點40的車子 所以我覺得大家的安全最重要 也有專家分析 關鍵應該出在疫情趨緩 如果考慮取消降載 雙鐵運能大大增加 頂接中秋連駕高鐵6000 輸入增加797班次 台鐵全線加開126班 20號開始售票 就怕民眾搶不到票 連回家都難 TVB的新聞 中央的黃靖茵 台北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 TVS News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也請用手機下載TVB的新聞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事